金厄斗罗究竟有多强 此时的他已经完全被愤怒支配 唐三击杀千军降魔的行为 彻底惹怒了金厄斗罗 当金厄斗罗出场的那一刻 天空都出现了异响 唐三的神器直接被金厄斗罗打翻在地 要知道 海神三差几可是有十万八千斤 但是金厄斗罗凭借武魂 就能够轻松撞开海神三差几 这样的实力足以让人震惊 眼看着唐三已经是强弩之末 金厄斗罗准备成圣追击 佛党杀佛 神党杀神 此时泰坦出手 堪称力量无敌的泰坦 在金厄面前也根本不值一提 白鹤虽然身法灵活 但是金厄仅凭气势 就让敏之异族的弟子化为灰烬 之前歌龙元帅称赞誉之异族的牛高 防御力天下无敌 在金厄斗罗的攻击下 牛高直接破防 眼看着身边没有人能够抵挡金厄斗罗的攻击 此时唐浩带着浩天宗现身 唐浩的出现 对于扭转战局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如今唐三身受重伤 无力再战 武魂殿供奉一旦发起反攻 那么天斗帝国再也无力抵抗 浩天宗出山给众人带来了获胜的希望 这就是天下第一宗的风采 看到浩天宗出山 众人脸上都充满了崇拜的表情 唐浩在看到自己儿子被打伤后 更是愤怒到了极点 他直接质问金厄斗罗 是你打伤了我的儿子 金厄斗罗并没有回话 身为武魂殿第二供奉 金厄在战斗中先有对手 这次遇到唐浩 他也一点不耽 甚至还怒斥道 金厄斗罗明显看不起唐浩 言语之中充满了对唐浩的不满 唐浩也是狠人 废话不多 直接亮出大须弥锤 巨大的锤子炸裂开来 必将产生堪比炸弹的恐怖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 为了对付金厄斗罗 唐浩的锤柄出现了弯曲 这是唐浩用力过猛的表现 从这个细节也可以看出 金厄斗罗究竟有多强了 当初唐浩对付爵士斗罗比比东 浩天锤也是出现了这种类似的情况